交通安全小教室 微型电动二轮车篇 水汪汪的大眼睛搭配靓丽外形 社群网站拥有5.5万的粉丝人数 他是前阵分局的远景蔡玉辈 除了喜欢跳舞 有时还会拍摄交通宣传短片 吸引众多网友按赞留言 日前也跟上热潮加入399月票行列 特别与高市府交通局合作拍摄开箱影片 希望借此吸引年轻族群使用大众运输 并借由女警形象提升交通安全 因为这次接到交通局的合作很意外 据说是市长特别有看到我的新闻 然后觉得说可以跟我做一个合作 然后推广年轻族群 我想在影片大家可以看到 他变换了四五种的造型 来搭配我们这样的一个拍摄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399月票 使用的多元性 绰号小辈的女警 平时就会向长者或学生 进行交通安全宣导 这次实际体验399通勤月票 他也感到既方便又环保 那我觉得市府现在针对这种载具的 这个推广其实蛮用心的 就是如果大家可以的话 节能减碳然后可以多利用这种大充运输工具 从高市府交通局提供的图表中显示 4月27日开卖当天至今 新用户的人数就不断攀升 开卖第一天大概就有一万人来购买 那持续大概都有每一天 大概有大概一两千人的购买 那另外既有也有那个就是原来使用原方案的部分 也有大概一万人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看 应该有三万到四万人已经在使用我们的Mango 接下来预计7月份也将纳入高雄区间台铁 加量不加价让民众以399元的价格享受多重优惠 尤其我们高雄服务员那么广大 近年有17个台铁的车站 我想对市民来说又更是一个一大福音 超优惠的399月票除了捷运轻轨轨车 还新增纳入公路客运及渡轮 接下来再加码台铁让你多个愿望一次满足 记者周府庆庄书庭高雄采访报道